大二雅善治書 尚主這樣說 他曾在海中開了一條路 在路程中逼了一條路 他曾使車、馬、軍旅和將領一同前賴 沉默向再未發起 就此被消滅 像識別的燈心一樣 你們不必追念古代的事 也不必回憶過去的事 唐啊 我要行一件新事 現在直要發生 你們不知道嗎 唐啊 我要在漢野中開漆倒流 在沙漠裡開掘河流 田野間一走秀 柴露和駝鳥 都要贊備顏 因為我在漢野中使水湧出 在沙漠裡使河流盛去 為把水自給我所揀選的百姓法 就是為我自己所做法的人民 我叫他們講述我的榮耀 尚主的華